是你你的吧 是 你还记得怎么说的吗 回皇上 臣记得一字不差 甘肃巡抚王丹旺 数十年勤勉用心 侍候两朝主子略无二致 当差六年于苦寒之地 无怨无忧克尽职守 政绩斐然 由于甘肃连年干旱 该巡抚用心谋划 就在之余还能造福渔民 是为民之父母 国之忠臣 特家恩卓仍在巡抚任上 熟理陕甘总督 并赏待三眼花铃 钦此 温采飞扬 王丹旺现在在哪里 回皇上 王丹旺已回甘肃 回去就回去吧 阿贵的姓氏 送来了甘肃的情语表 说甘肃三年 并无旱灾 你们说这是怎么个事 怎么不说话 臣丁文光贵奏 若说甘肃无旱灾 实属天方夜谭 匪夷所思 皇上可降旨给王丹旺 令其奏鸣详情 以正视听 还 这 公布阿灵安的折子 奴才阿灵安贵奏 王丹旺乃巡抚楷模 不容诋毁 王丹旺几十年一直勤奋当差 所到之处无不正计 缓缓缓缓 礼布阿斯哈的折子 算了 别念了 这 刘仲塔 欺君可是死罪 这个案子已经很明确 对呀 可是皇上 为什么就没有个明朗话呢 是吗 你的折子写好了 你的呢 咱们交往过来看看 哈 朕让你们议一下王丹旺的事儿 这些天收了你们六十几个折子 朕都看了 都是好文章 个个比走龙蛇 不愧都是有功名的 不过朕因此啊 心里也就犯嘀咕了 这些折子 出自个人之手 出自个人之手 理应有所议同啊 怎么会重口一词呢 都是替王丹旺说好话 劝朕要爱惜功臣 朕因此想起了雍正贾臣恩科泄露考题的事儿 朕问你们 你们写这些折子 是不是有人在居中调剃 互通生气 皇上 没有啊 臣是第一个宋城军机处的 并未与谁商量过 皇上 奴才的折子 没有和第二个人通过生气 若大家重口一词 无非是人通此心心通此理 王丹旺 谢皇上 着意讲业的大臣 不容随便非议 还有谁要说话 你们这些折子 是顺着朕的杆在爬 因为朕生了王丹旺的官 又赏了他三眼花铃 于是乎呢 明明有人说甘肃无憾灾 你们也都不闻不问 不管啊 刘庸 晓岚 陈在 陈在 阿贵的军报你们不都看了吗 甘肃大雨连夜不开 你们怎么就不多想想呢 你们身为朝廷书臣 御是 如果不能慎思明辨刻意用心 只看表面文章 那有多少事会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这可是做人臣的大忌 皇上圣明 起来吧 谢皇上 当然 话也要说回来 朕到现在 其实心里还不相信 王丹旺会骗朕 但这个事 也不能凭他意识奏折为惧 要好好地查一查 刘庸 刘庸啊 臣在 你说这个事 派谁去比较合适啊 回皇上 臣监管刑部 理应由臣去办差 皇上 臣爷愿前往甘肃 我查办此案 叫进来 和申敬监 宣和申敬监 奴才和申叩见皇上 和申 奴才在 你知道 王丹旺是什么官吗 回皇上 奴才知道 他是巡抚 现今又处理了 陕甘总督 总督可是一平大员 你冒犯了他 他随时都可以 要了你的脑袋 回皇上 奴才只知道 报效朝廷 没想到冒犯大员 若有蓄意诋毁 甘愿国法处置 好 真要是现在 让你返回甘肃 你有没有胆子 管管王丹旺的事 只要是为朝廷效力 奴才死都不怕 没什么不敢的 你即日 就返回西北 查一查 王丹旺冒阵 供收了多少银子 他从中贪没了多少 然后巨石回奏 皇上 皇上 切不可草率从事啊 皇上 派一个绿营书办去查办封疆大吏 可没有先例啊 朕现在 就开这个先例 和珅听着 你挂李帆院左侍郎写 前往甘肃查案 皇上 和珅是阿贵派来的信差 他还得回去复命 朕现在要跟阿贵借用这个书办 和珅 奴才在 你去 大胆地去 办好了差事 朕会嘉奖 办砸了 朕要严陈 奴才 领旨